哈啰 欢迎到YA Diary 现在看我是一个刚下班的老百姓 但是我非常不愿意 对不起吗 因为我现在得到要来吃那边的超流香了 这一次比较特别 我是第七个和第八个一起送到这边 我非常期待 我们走吧 好 我们第七还有第八个箱子是一起来的 不过呢 我们一样是安装顺序 先来看第七个漂流香 是Abi的箱子 好 我们先看到这一捆防状包材 你看大家的防状物品是一个比一个有创意 那盒子外面还有小全新增的自取项目 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一包里面有些什么 好 最后主角是这个装饰的很美丽的盒子 用泡泡纸保护的非常完善 整体外观有设计过的 质感相当不错的一个盒子 好 我们打开以后 先看到箱子的说明 还有明信片拼贴基隆 看一下 这个完成度很高啊 好 那我们开箱完以后再来评估一下 还有哪里可以加一些元素上去 小全在这里有放一些可以自取一循环的纸胶带 像是这一格正在跳舞的浪漫风格妹子 还有气质满分的亭台楼阁 好 那我就准备把我想要的剪下来咯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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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标签呢真的是在拼贴里面非常的百搭好用 整体色泽温和 还带有一点复古感 它和一般标签纸呈现在拼贴里面的效果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先拿这一卷 之后在拼贴里面好好的使用一般 我还没有打开之前啊 光看这个妹子 我就觉得不拿会后悔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是预言家呢 还是打脸自己呢 OK 这是红星皇后 这边还有胡克船长 诶 这位是乌苏拉 每一个童话角色都被描绘得很有气质 这卷主题果然是很特别 还好我有收回来 那从小全的新增物品里面呢 我也拿了几样 主要是前面有看到的这一些 像是我没有买过的妹子新风格啊 还有这一种气质多样的漂亮妹子 再来是这个亭台楼阁 以及这一卷叫做梦幻境界 还有南瓜马车 还有城堡啊这些元素 果然和名称一样又梦幻又美好诶 OK 在风箱之前呢 我还拿了一点这一款庭园的分装 一切就续 风箱 好 第八箱 抱歉 我们这个外皮啊 有稍微被我粗鲁的拆到了一个赤裸的状态 那等一下我会把它补好 我们切入主题 直接开箱一下 这个是紫芹的箱子 我们从旁边整圈的痕迹啊 可以看到厚厚的胶带 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 它也被反复拆贴了好几次 好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内容物和条件吧 在这一箱里面 我们要拼贴的是一黑一白的卡片 它同样完成度是很高了 我们也是最后再来看看可以放哪一些元素上去 这边有贴心提供印章给我们使用耶 都是一些花色很可爱的印章 你看它这个图案 就是手帐文具扣门聚会使会出现的样子啊 这边还有赠送区 我们来好好审视这一些 一共30卷主角门 成定定的爱 先把它们通通拿出来挑选吧 好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次漂流箱活动里面 出击率非常高的 猫之道一切的 湿与花 到了第八箱 又见面了耶 它真的是很夯的一款设计哦 的确我也是蛮喜欢的 所以我前面已经拿过了 好 我们先把不要的放回袋子里面整齐放好 在一边整理的同时 就可以一边抉择 看最后到底是要留哪一些好东西 当然顺道也把我的素材放进去 好 第一卷是安琪米拉的冬雪白矮 会拿这一卷拿是因为我有春天和夏天了 现在拿冬天呢 就是希望可以拼一个四季组合 冬天里面也有可爱的女孩 搭配雪景还有一些冬季的必备物品 那这里的枯树可以兑花 我很喜欢这种设计 相关的应用啊可以到我们的IG来看看哦 在前面的箱子里面呢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有拿过这个系列 那个时候我拿的是绿色棕色系列 那这次想说哇哇出现了耶 所以把这一款不同的色系也收起来 完全是手帐的万用款 很棒的配角式素材 再来是两卷猫足道一切的作品 分别是西木的鱼 还有花笑月的色韵 类似他们这样的图案款式啊 很适合在拼贴的时候放在旁边拉条 就可以营造出一种花团紧簇的感觉 那这一卷西木的鱼 我觉得是有一种春夏的凉爽感觉 它是一种既繁茂又很清爽顺年的花色 我觉得很棒 所以在挑成这一款花笑月的色韵 它的配色是粉紫粉紫的 有点浪漫的春意飘散出来 对我这种新手型的拼贴玩家来说啊 这种素材真的是比较好去做应用和搭配的 所以就算说 我本来只有打算在这个箱子里面啊 拿三卷 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忍住 多说一款 OK介绍完毕 我们把它们风箱起来 大家纯长的场景 我又再一次出现了 这一次一样是在夜色当中拍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着急的想要赶快回家 去拿我的第九个包裹 等了大概一两个星期 它终于到了 回家吧 我盼了一两个星期终于等到第九个了 也去最后一个箱子 我真的太期待了 这个箱子的最后精彩人就是我啊 等我开箱完你就可以回家了 再撑一下下啊 加油加油 OK我们立刻来开这个最后一个 是阿超的箱子 先来看到小本本是漂流箱规则 我们来带大家回顾这个最后一回 每个人都会设定 不要买一些设计师的作品 这是因为啊 这些作品他们基本上 大家都会买 所以呢没有交换的需求 那没有想到我最后一箱 还有一个拼贴大任务 OK我们先hold着 开箱完之后再来处理好了 那这边的防装包裁啊 是使用口罩 真的是应景 又注重防疫的文具朋友们呢 好最后这个主角呢 是一箱鬼秘兽媚党 我们先来看到这一包 应该是从一开始 这一箱原始的漂流箱门 他们从第一箱漂到现在 还没有被人拿走 所以我整包带走 这样子阿莎就可以拿到 更多的新的物件 这边还有一包 阿公集自动铅笔 我想应该是有兴趣的人 就可以取用吧 我先把帕楼香原始的几款 全包了之后 接下来我很节制的 遮选了这个 成年往事的女子特辑 这里面的妹子啊 简直是服装秀耶 一次获得这么多 不同样貌的美少女们 太开心了耶 它可以应用在各种场景当中 非常值得拿 好我们继续来看 这一带里面有些什么 这一卷我不知道它的名称是什么 不过它是很适合拿来打底 或装饰的水彩风格四块 色气算是蛮舒服温润的感觉 再来是乐意的苍花 这卷我已经有了啦 大部分朋友应该也有这一款 我猜 不过乐意的花真的很好用哦 所以不止一卷也是很OK的 再来是这一个 镂空的梅 它真的是镂空的耶 它完全是可爱风格的草莓 还有另外这一卷是镂空的鸟类 材质有一点滑 比提纸胶带来说啊 我觉得更像是长长的贴纸 我先前完全没有看过这一种 那或许是因为它太特别了 所以大家不晓得怎么样驾驭 才留到最后 好这里还有一卷也是花卉作品 是复古色调的玫瑰 最后这卷呢我真的是赚到了耶 还记得前面第八项的时候 我拿到冬天款 我有祈祷说啊可以把四季收齐 结果这么巧 最后一箱耶 我真的等到秋天了 你看这个妹子她好有气质 秋天分回真的很棒耶 我就这样子啊 在最后一箱搜集到了四季 真的是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整体来说 经过前面八家 还没有被拿走的 大致上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因为人人都有了 比方说是乐意 基本上她每次出新品啊 很多爱好者们啊 是直接包套来买 所以像这种热门的品项 交换需求会比较的少 那第二种是像 镂空这两款 它太特别了 实际的拼贴要怎么样使用 可能要休息更久之后 才可以运用自如吧 好 那我也把我的分装都放进来 最后是完成了拼贴本 放进小礼物 准备让她回家咯 我现在准备要来去寄出我 第九个紫胶带漂流箱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这一整趟的 紫胶带漂流箱之旅 就快要进入到尾声啦 那接下来呢 也欢迎大家 和我一起期待 我自己的紫胶带漂流箱回来啦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意见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